金刚经常讲的 佛祝福这些大菩萨 要常常护念小菩萨 小菩萨有个音之谜 他也有慈悲心 硬化到这个世间 有时候他也迷惑了 但是他很聪明 这些大菩萨在旁边照顾他 什么时候圆成熟了 一点他 他就醒悟过来了 这些醒悟 一觉之后 真的 至少分别执着 他就放下来 所以境界虽然是普通常识 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有时候 我们也被迷在里头 那就变成障碍了 自己想往上提升 就难了 甚至于将来 往生都造成障碍 那么这里 讲到此地 不能不多说几句 自己要常常想想 我们还是会起心动念 还有分别 还有支柱 这是不是各因之谜 各因之谜 讲得通 为什么呢 各因之谜 是所有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没有的 佛菩萨要硬化到这个世界来 还有没有各因之谜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世法界里头 四圣法界 神闻 缘求 菩萨 佛 有可能有各因之谜 为什么 他没坚信 没坚信 这一些修行人 他们的智慧 责能 神通 那都比我们大多了 我们跟他不能比 他们会不会到这个六道来 度众生 有 六道里头有有缘的人 有缘的人念他 他也有感 他会来应 但是他应声到这个世界来 小圣嘛 不是大圣 是菩萨 不是摩护萨 主要知道 受伐界以外的 就是 受报庄严徒 那叫摩护萨 受伐界之内的 四圣呢 我们称菩萨 菩萨 摩护萨 那 金刚经常讲的 佛诸佛这些大菩萨 要常常互念小菩萨 小菩萨有各因之谜 他也有慈悲心 硬化到这个世界 有时候他也迷惑了 但是他很聪明 这些大菩萨在旁边照顾他 什么时候元成熟了 一点他 他就醒悟过来了 这一醒悟 这一觉 一觉之后 真的 至少 这个分别执着 他就放下了 所以 境界 虽然是普通常识 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有时候 我们也被迷在里头 那就变成障碍了 自己想往上提升 就难了 甚至于将来往生 都造成障碍 那么这里 讲到此地 这个 不能不多说几句 其余 地情住行的 认识大臣连接 这个地情 前面讲得很清楚 别教 这不是原教 是别教地情 就是别教里面 是诸是行 是回想 三仙菩萨 别教的 这个三仙菩萨 没有除十法界 独自十法界里面 也就是 他根本无名 没破 所以你看 他什么叫两界 一识身心 另一识无助 他没有办法 也就是大臣经里面 讲 他还没有入波尔法门 性向波尔 身佛波尔 动静波尔 这他 他还没有 没有做到 没达到这个境界 可今 凡复绝分 凡复六道 那怎么行 那怎么能跟人比 啊 啊 啊 你 头 射 啊 你 头 射 好